哈囉 各位觀眾好 我是聶寶 這期要介紹的牌組是蓬鬆騎鳥 也是目前官方在靈魯外北裡面主推的一個牌型 然後可以來介紹一下它本身的一個動點 那另外的話 假如說你有效芬 泡影 灰流 可以考慮斷哪邊會比較好 好 那蓬鬆鳥都有一個本家的效果就是 當它通招成功的時候 它會先發動它的效果 接著再補一個通招點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考慮用灰流 灰掉的話 那等於說它通招完之後沒事做了 所以這邊牌組裡面會掛很多干擾系的指名者 無論是抹殺或者是墓穴指名者都有掛 那現在和史卡環境最大的差別就是 目前史卡環境的抹殺指名者是限1 然後我們MD的話是解3 所以往後可能會慢慢的解2 然後變成限1 慢慢的去限制 另外它的惡效共通效果都是 表車的卡片從場上離場的時候會進除外區 所以說假如說對方有聖槍這類的卡片 對蓬鬆鳥來說也是一個很頭痛的狀況 就是你不能將卡片除外 所以你會送墓 那如果你的卡片在墓地的話就沒辦法發動 鳥鳥第三個效果 就是假如說蓬鬆鳥在除外區的時候 只要有鳥獸組通招 它可以從除外區飛到手上 這樣的情況變怎麼樣 我通招 通招 叫上怪 兩隻進除外區 然後接著那兩隻鳥再飛到手上 然後變成一個自願的循環 這樣的效果不只可以讓自願循環 它可以防守坑 它可以擋住揮流 因為假如說你的除外區有一隻鳥的時候 你可以先通招一隻鳥 然後接著自排連鎖排1排2 將這個回到手上的連鎖放在2的話 那其實對方就沒辦法做徽流了 因為徽流只能對應上一個動作 但因為你是回合玩家 所以你會先排完效果 然後再換對面做事 所以假如說你只有徽流的話 其實有時候蓬鬆鳥會做到擋徽流的一些小動作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可能需要泡影 然後將它的卡片直接泡掉 所以當它的驅鳥通招的時候 你可以考慮直接泡影 但是蓬鬆鳥還要補這個召喚的手段 就是用場地 等一下的話我們可以來做解釋 好 那再來就要介紹我們的效果 好 那第一隻驅鳥是通招的時候 可以將4星以下的鳥獸族抓到手上 這樣等於說你可以抓我們的節節象 蜜烏鴉 然後蓬鬆鳥的任何一家本家怪都可以 一般的話會抓老鷹 那假如說你想要除外對方的目的的話 你可以選擇抓駝鳥 然後還有大嘴鳥 那一般的話會選擇抓老鷹為主 蓬鬆鳥最基本的展開就是 通招 驅鳥 老鷹 老鷹抓黃器 然後黃器抓魔線這樣子 所以你看到驅鳥的時候呢 你可以考慮 回 我消分 都可以 好 那老鷹也算是 當對方有兩個通招點的時候 我覺得老鷹是最優先段的 因為等於說他可以抓一隻7星以上的鳥獸族 加手 所以他可以抓什麼 他可以抓峽谷的巨神鳥 三色康 裂風帝 可以吹人家的牌 黃帝企鵝 他可以限制特招的 怪攻擊表示讓他沒有效果 之外呢 他可以再抓一張魔線 所以說他這三張牌沒有在手上的時候呢 那其實他也沒辦法做上位召喚 他也沒辦法做太可怕的展開 因為 蓬鬆鳥如果發過效果的時候 自己的回合不能再特殊召喚 這點要特別注意 所以說有時候我為什麼不能出我的歪曲 蠻正常的 再來是我們的鴕鳥 鴕鳥的話會選擇我方的墓地 或對方的墓地一張卡片除外 你可以將對方很麻煩的東西 像鳳凰小子除外 或者是將自己的本家怪 從墓地拉到除外區 這樣的話我們可以利用後面的一隻鳥 叫大嘴鳥 他可以將我們的除外區的一張卡片 拿回手上 那限定的話是本家怪 本家的系列卡片 但是要特別注意喔 如果說你的除外區沒有任何蓬鬆其鳥的卡片 那他就不會再補一個通招點給你了 所以有時候會有一個情況就是你通招大嘴鳥 然後這個時候你的除外區有一隻鳥 然後如果你發動他的效果回到手上 那 就會變成是你的除外區沒有東西 然後他通招點也不給你 所以這樣的情況你就可能要大嘴鳥發效果 然後除外區那隻鳥不要開 然後先等他回手上之後呢 再選擇再通招發第二隻鳥的效果 所以都要小心這個通招點給你的額外的東西 好那回流不用介紹 裂風的節節象呢 當我的手上已經有驅鳥加老鷹的時候 我就可能會拿節節象 那這樣的話會變成是我通招驅鳥抓節節象 手上已經有的老鷹通招抓皇器 然後接著上位召喚 皇器抓魔線 然後我再通招一個節節象 然後換對面 這算是最穩定的一個展開 也是最白目的 只有皇器所特招怪的效果嘛 攻擊表示 所以等於說對方的一些特招的怪 或者是令和的怪 都沒辦法開效果 那這樣對方只有一個選擇 可能會是通招 然後去編你的節節象 那這個時候呢 你再用裂風帝去保你的節節象 去做一個護航 那對方如果沒事做的話 你就可以做下一輪的展開 等於說你場上有皇器裂風帝之後呢 你再做一個大怪 那基本上就獲勝了 好 那再來是我們最可怕的卡片 叫次元吸收者 那這張卡片當墓地沒有任何的卡片的時候 可以送墓 兩回合它可以讓墓地變除外區 但是要記住哦 就是墓地不能有任何一張卡片 然後我自己玩這套牌很常犯的失誤就是 我會先發刺激 然後當我要通招的時候對方丟灰流 那這時候灰流會進除外區嘛 所以我手上有墓穴子民者我指不到 然後我就罵自己是大笨蛋 所以有時候你開刺激的時候 還是要小心一點時機點 當手上有墓穴子民者的時候可以考慮 就開了時間也可以換一下 好 那峽谷巨神鳥 會掛這張牌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當我場上有這張夢之挺 這張牌的效果是可以在對手回合的時候 通招一張鳥獸組 那如果說對方有清後台的卡片的時候 我就被迫開這張卡片 那會變成一個情況就是 如果我叫煉峰帝 我沒東西吹 我只能吹我自己 那會變很尷尬 所以如果說我可以拍出一個三色檔的話 那其實結果論來說是不錯的 所以我可以發動夢之挺 通招通招 跳巨神鳥 然後他本身還有一個效果就是 三色檔完之後會回手上 所以資源也本身會有個小循環 就在手上的話有點安心 好 那裂峰帝 這樣牌面招完成的時候 可以將對方場上 還有對雙方的目的 一張卡片 然後可以回到我們的牌頂 如果是你吹對面兩張的話 你可以讓他排順序排一二 然後他有一個追加效果就是 假如說你是用瘋楚的怪通招成功的話 那有一張卡片可以讓他回手 所以等於說是對方場上吹二 一張吹回手上 一張吹回牌組 那另外一張是墓地選一張 吹回牌組 那他比較特別的一點就是 他可以吹自己的 假如說你的黃器在墓地的話 你可以選擇 用烈峰帝把黃器吹回自己的牌組 然後 然後算吹回牌頂 然後再拿他在手上 這樣等於是支援又一個循環 所以這邊我掛兩張的原因就是因為 有時候會打到循環戰的時候 烈峰帝有兩張的話 那可能就可以讓自己的目的 支援做循環 當然缺點就是會卡手 所以看你的選擇 好 那為什麼我們不掛 不掛Ur那張本家 因為那張不夠強 然後這張還是本家的一個大哥 那他本人是SR 所以非常便宜 好 那上位參觀成功的時候 我們可以將 彭聰鳥的一張魔線加手 好 那你可以選擇場地啦 或者是選擇永續魔法 那一般最常選擇會是陷阱卡 最常用到 但是如果你手上有陷阱卡的話 你可以考慮選擇永續魔法 或者是場地都可以 好 那另外一個效果是 當對手特招的怪在場上的時候 不能開效果 要記得喔 是特招的怪 所以如果是通招的怪的話 是可以開效果的 那另一個怪呢 是完全不能開效果 因為他是特招怪 那另外他的攻擊表示 他沒有守備表示 然後另外他還有一個效果就是 在戰鬥傷害計算時 他可以將手排一張除外 去減半對方的攻擊力 所以他本身的攻擊力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5400 而且要記住喔 他是攻守減半 所以說打人家的屁股 他也是滿佔害的 也是可以的 這點很強 所以這隻鳥怕什麼 可能怕 主要是怕那個破壞系列的卡片 像是 防守獎最怕的情況就是被 電爆 燒場 因為他的怪都是站著的 或者是被這個洛雷給直接清掉 都是很麻煩的 好 那魚少 場船 都是固定的 場船是為了要檢索我們的場地 因為目前捧手鳥是沒有我們的速攻魔法的 所以當遇到泡影的時候 我們只能使用月之書 將它蓋起來 去防我們的效分泡影 好 那強千斧呢 本身的自我約束是不能特招 所以翻三張是OK的 當然也可以選擇翻三之後 再選擇用我們的金千斧 金滿斧 選擇將六張額外除外看六張 這張很強 好 那 選擇卡片呢 我一般會選擇零食 然後 這隻鳥 所以我會選擇一二三四 然後兩張零食 選一張 但是地零食我應該會拔掉了 因為 我目前沒有掛真摺狙 所以地零食我開不到 然後我可能會讓那個零食故意掛複數 或者是在下一版的時候 掛我們的暗零食 因為還沒出 那另外名神的話也可以除外 盡量把這個我們的 連馬旅者 不是連馬旅者 把這個天井號的套組留著 然後連馬旅者也留著 然後再留幾個零食就OK了 好 那場地呢 這卡片蠻可怕的 首先它是給你的捧抽鳥 本家一個額外的通招點 好 它是先將手上一張捧抽鳥 然後給對方看 然後接著將牌組那張卡名以外的卡片除外 然後接著那張卡片通招 假如說我給對手看驅鳥 好 然後我通招嘛 然後我可以選擇我的老鷹除外 那情況會變成是我通招 我利用場地的效果 額外通招了一張驅鳥 驅鳥發效果 然後老鷹飛回手上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選擇 就你揮不到嘛 如果你泡影驅鳥的話 那它可以再用老鷹通招下來 再做黃器 所以等於說你是完全沒有做到干擾了 所以一樣啦 遇到任何情況你可以考慮 將揮流留給老鷹 讓它招不到黃器 當它招不到上門外的時候呢 對方能做的干擾就偏少了 好 那另外它還有一個惡效是 當對方召喚成功的時候呢 你可以再通招一隻捧手鳥 所以你通招我也通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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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可以做裂風帝或是做一個計程鳥 所以這一張場地的強度相當於陷阱卡 反正就是一個很煩人的東西 所以等於說你只要有場地入手 然後你可以自由的檢索之外 還可以再額外補通招 但是如果你手上沒有任何一張澎山的卡片 這張等於是垃圾 然後我記得史卡現在是限2 但其實也不會掛那麼多 因為現在的話都等於說掛一張場船加這個地圖而已 好 那再來是要介紹這張未知的風 這張就比較特別了 因為這張卡片呢它是 它在場上的時候 對方你只要使用通招 然後要犧牲兩個祭品 那你可以將對方的一張卡片送目 然後當作一個祭品 你可以將對方的一些重要的東西當祭品 這點很煩 那另外它在主接的時候還有一個效果是 你可以將手上兩張的鳥獸組給對方看 然後接著呢放在牌底最下方 然後再抽出相對應的數量 就等於說是一個 綠牌拿手困的一個手段 因為捧手鳥很多時候 它手上的鳥會有重複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將重複的鳥 或者是用不到的鳥 然後放在牌底 然後再抽牌 所以我覺得在有時候還是可以用不到 好 月書就是防效分泡影 那我覺得可以考慮掛1 然後抹殺指名者掛3 也是個選擇 好 目線指名者防我們的 防灰流 然後也防這個效果分隔式 好 抹殺不用解釋 就一樣是無效一張卡片 好 那這一張的話就比較特別了 這樣的話是當市場上有一張風屬性的鳥獸族 那你可以讓整個回合對方的效果無效化 所以你場上只要有任何的風屬通怪 或者是蓬通其鳥 那你直接開這個的話對方等於說整頓動不了 那有些人喜歡在準備階段的時候就直接開掉 因為他怕被壞獸 或者是怕被熔岩魔神 看你選擇 你選擇想開就開 然後另外他這張卡片被炸掉的時候 然後你可以將魚掃加他手上 這點還不錯 好 泡影的話給抹殺指名者指掉了 那另外要介紹的是夢之亭本加的陷阱卡 可以在對手回合的時候呢 額外多一個通招點 那這樣的話你開到這張陷阱卡等於說是可以通招 在對方回合通招驅鳥 通招老鷹 然後做煉峰帝或者是巨神鳥都可以 等於說是在對面回合做你想做的事 把對面回合當自己的回合 所以我覺得蓬手鳥玩到後面會很像是 你可能會忘記 這個是對面的回合還是自己的 蠻好笑的 那另外只要七星怪召喚成功的時候呢 你可以將這兩卡片除外 然後把對手全部變你車手臂 這點干擾性也蠻強的 主要是要在第二輪的時候做干擾 好 那虛無空間不用介紹了吧 直接封鎖特招 這個一樣啦 準備集團就開啦 因為你怕被壞獸或是怕被丟龍魚魔神 可以考慮直接開 那另外蓬手鳥離場的時候不會進墓地 他們進除外區 所以對方只要把你的鳥打掉都不會有事 所以你只要不下解析像 那其實虛無空間對對方的一個危險性就很大 非常可怕 好 那另外這套額外點的話就是 鳥的話可以檢走一張鳥獸族 1加1 植蟻鳥可以搭配我們的 我們的書呆天寧號 然後去做四素材 兩輪的結場 非常強力 那再來是娜希的話 異星怪可以拿來做link 找到對面的連結端站錯地方 可以把隊友吸過來當裝備 所以算是一個保險了 當對面做錯事的時候就塵把他 好 這個是防笑破 然後炸牌 那地零食跟光零食我可能會想換一下 因為看一下屬性好像不太對 水零食的話可以配我們的水屬鳥 那封零食的話 有時候你可以把我們的結界巷給弄掉 因為當我滿場面的時候我想要收對方 那結界巷會變成是一個干擾我的東西 所以如果可以把它解掉的話 那其實對我來說是不錯的 但是要記得喔 鳳獸鳥發過笑我之後就沒辦法進特招了 所以 是你對方回合的時候你先把鳥叫完 然後接著再做link 那另外帝皇皇帝契兒加我們的 炎馬魚者剛好是五千三加兩千七 剛好八千 所以算是一個不錯的神秘數字 好 那臨死的話就等於說是 可以復活對方目的的一張卡片 整體來說不錯 好 獨角獸 然後魔皇后可以拉目的的魔法齒族 目前有的魔法齒族只有這張 當然你可以選擇自己偷怪一張笑分 一方面是給魔法齒旨平者來指 二方面的話是多一張手坑干擾對面 因為我覺得這環境 滴滴烏鴉可能沒有到限制那麼淺 我覺得笑分比較淺 所以我可能會把烏鴉換成笑分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介紹 後來我滴滴烏鴉改成了效果分格式 那一是多一個手坑 二的話是讓抹殺殖民者來做防守 然後再來是聖槍的話 又剛打天天的時候也遇到 真的蠻煩的 因為他是在對手回合開 然後雙方不能將卡片給除外 那這樣的話我的鳥都會進墓地 而不是進除外區 所以資源就不能循環了 其實有點尷尬 所以後來我還是在抹殺有3的情況下我掛了這個 但如果魔尺只有2或1的話我可能就會拔掉這個 然後換點別的 那後來靈止的話我選擇掛了火靈止在裡面 定時我拔了 重點這套牌一樣是不怕狙 那另外還有這個資源吸收者 你可以考慮掛3 然後讓對手去吃這個效果 因為你本身墓地進除外區完全不影響嘛 但對手影響可大了 所以優勢點還是在 干擾對面外加不怕狙這兩點 那另外續空間版本還是很強 好那就期待各位下週首坑百滿滿 瘋狂干擾這個老鷹還有去尿 這兩隻為主了 好那也是很期待後面1107跟這個烙印會加入我們MD的環境 也是期待後面的發展 好那我是電包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各位掰掰